我談論醫院的精神科系工作人 那今天我會針對三個部份來談 第一個部份就是關於聯合姓氏的專業 然後第二個部份是關於專業行程 以及政府的介入 就是所謂證照就是政府的介入 然後第三個部份會談就是專業下學的一些狀況 你自己的探訪 那先回到臨床心理學 我想大家聽臨床心理學 關於臨床那兩個字的意義 我們必須要先回頭去看 什麼人會在床上 睡覺的 神談的其實病的 我們就說在談臨床心血 在談臨床 我們靠近床邊在談的是病症 可是這個病不是神理上的病 OK 部分它是神理上的病 可是其實我們在談的是心理上的病 所以在這種概念之下 心理上的偏差與疾病 是臨床心理 當初想要面對的課題 它指的是心理上的偏差 心理上的疾病 我們面對的是這個疾病的感覺 那在一床心理師 在執行他的業務的過程之中 我們一定要再做解決這兩件事情 簡單來說就是這兩件事情 專業上 心理文件跟心理治療 那我用一個簡單的方式來談一下 什麼是心理文件 什麼是心理文件 簡單來說 心理文件就是一個 理解人 我們的課題的人 我們不是要理解動物 我們是理解人 所以他不是受益 那是心理文件 我們是一個 理解人的知識與情況 在心理文件裡面 包含了知識 包含了心動 知識的部分就是 你要對一個人 比如說 他的人格 的知識是什麼 人受到環境影響 和相關的知識是 人如何發展成現在他 這樣的一個樣子 這個知識是什麼 這些東西都是在 你成為這個專業的過程中 學習 你所需要去掌握的東西 可是除了知識以外 你必須要把它 透過行動 在你跟這個病人 或偏差的人 這個活動的過程中 把它展現出來 你透過這個過程去瞭解它 所以你除了我剛剛講的 這個知識文件 你還必須要去學習一些 獲得這個人內在狀態 或者受害在行為的 這一些 包括資訊的一些能力 包括溝通的能力 包括跟它互動的能力 包括執行一些 一些工具的能力 包括行為觀察的能力 包括會談的能力 等等 這是行動 你必須要按照這些行動的能力 這些東西是在 信仰界中 用不夠做的 理解人什麼 的知識與行動 理解人的偏差 就我剛剛講過 原創心理局 當初我們那個就是偏差 那後來當然還有一些反思 但我現在 就是最初他就是偏差 那理解人在什麼方面的偏差 包括可能身體上 欸 大家想說 身體是不是心理管的方法 確實有一些病人 你想想看 我們在 不管是電影 或者是在人床上會碰到 比如說我一個阿嬤 她跟她老公吵架 突然之間她看不見 她眼睛都好好的 是以前還OK 但是她看不見 比較轉化的 看起來是一個身體上面的問題 可是其實是心理上的意義 就是一種偏差 認知就是想法 認知就是想法 順便宣傳一下 今年台灣在把精神分裂症 已經改變到思覺思調症 思就是思想 經常分裂症 過去經常分裂症 現在的思覺思調症的思 就是關於她的想法 她會相信一個不是事實的問題 比如說有人要害她 比如說有人正在控制她的想法 比如說有人派了微笑的隱形人 到她腦袋裡面 造成她的身體的問題 然後想法的問題等等 這是想法上的偏差 認知上的偏差 感受 這邊我談的感受 主要是情緒上的感受 所以我們在講 比如說憂鬱症 她最主要的狀況是憂鬱的情緒 焦慮症 殘迫症 狂妄症 最主要是焦慮的情緒 或懷疑的情緒 或者是我們有所謂的 政法性的狂怒 她可能最主要問題是 憤怒的情緒 或者是我們常聽到的 躁鬱症 她可能會過度壞人的情緒 這些其實都是偏差 那當然最後就是行為上的偏差 行為上的偏差 那我們在剛才講這些 比如說強迫症的人 她可能要花很多時間 不停的檢查 不停的洗手 不停的擦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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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表現出來這個外在的行為 感受的很嚴重 你怎麼跟別人 或視覺式調整的人 她是因為擔心原來害她 所以她可能會想進去很多 應用這些東西 那當然就是還有一些 比如說我們現在看到 很多孩子在學校 他們自己的文化 規範的文化 等等 其實我們要去看到 她在身體認知 感受的機會 這樣很明顯 很明顯 很明顯 每一個專門的學問 都有她背後的預設 以她看待自己觸發的角度 所以您從心理行見 可以用心理學在做這件事 你永遠可以不同的教授 你永遠可以從單心學 來做這件事 同意嗎 你也可以用算電線 指揮棒 可是它不是心理學 那當你是要做心理行見 你用的是心理學 這種簡單 那如果我們用其別的理學 就是在做別的事情 那這部分 全世界 我們各自各樣的方式 大發行 老師您想介紹 現在還有 所以 剛剛講的是心理學的見識 很簡單 謝謝 另外一個主要的部分 心理治療 那簡單來說 就是 就是 以心理學 這其他的東西都一樣 但是它的重點就是 改變 一部分是理解 一部分的改變 那你可以看到 這東西有很大的一個重點性 事實上我認為 這東西本來就 蠻以傑然間隔 我們在改變一點的過程中 我持續的在復覆這個 很多時候 一開始對這個理解 在我跟它改變的過程中 我也會在持續更新 我們理解 反過來說 很多時候我們在了解 一部分的過程之中 改變有時候也就發生了 所以理解跟改變 雖然我現在很刻意 或者是我們在學門中 會把它切散 這比較心理理解釋 比較心理治療 但其實 真的到臨床場 我覺得翻這兩種書 它是有很大的重點性 那我剛才提到 過去我們都在看天差 因為臨床場 當初就是看天差 我們就是在看天差 而且其實在好長一段時間 不管在醫學上 或者是在醫學裡面 我們好像都有一個假設 沒有人去認真解釋 沒有人去假設 所以沒有偏差就健康了 沒有偏差就健康了 這個東西其實它不單純是一個科學 它其實是一個哲學的問題 關於什麼是健康 其實是一個哲學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 當第一次這個問題 所以沒有偏差就是正常 或者是就是強健嗎 比如說你沒有生命 可是不代表你很強壯 我們現在其實還會 像muscle就變得很壯 所以 在1998年 那個人叫做 Martin Seligman 他是曾經擔任過 我們國立教會的主席 那台灣翻譯他非常多的書 平常看到的都是跟樂觀有關的 可能就是跟他的研究有關 學習樂觀 樂觀學習 教孩子學習樂觀 然後邁向圓滿 人本的 他在1998年的時候 問了這個問題 可是一群人他們就問了說 欸 其實我們家父母 關於人們好的正向的這些功能 心理學在 關於人的正向這些部分 合起來 然後呢 包括一些科學的理解 以及有效的介入 我特別把這個兩個部分弄起來 因為這跟我們剛剛在講的 知識與行動 這一次呢 我們必須要關於這方面的知識 然後還有就是有效的介入的情況 他認為這個東西也會逐漸被介入起來 在個人 在家庭 在社群裡面 那就是1998年 我們聽出來 到今天其實確實我們已經有很多 正向心理學的治療和介入的方式 已經產生了 因為有大量的研究開始討論 所以我們今天有 已經有很清楚很多 正向心理學的一些 心理治療介入的方式 所以 從我剛剛這樣談下來 其實 我希望我能夠傳達一個概念就是說 銀行心理師 或者是心理師這個專業 我們在過去一直很強調 在這個專業裡面的強調就是 我們必須是一個科學家 實務者的雙重角色 你必須是一個 你有研究能力 然後具有理解的一個人的 研究能力的科學家 同時你也是一個實務者 叫做scientist practitioner 這個包括在民國的訓練 在台灣的訓練 其實都是這個 專業裡面的共識 我們要是一個scientist practitioner 就是民國的知識學科 這兩個部份 所以你可以想一下 scientist practitioner 它基本上是這個專業的兩根支柱 我們認為你要是這個專業 你就是要有這兩根支柱 當年我們會想辦法在養成的過程之中 想辦法讓你有科學家的能力 以及想辦法讓你有實務者的能力 或者是所有的養成系統在做的事情 那做法就是要完成一個碩士論文 你要有一個全職時期 那我想不單止這個 我把這兩個東西當作表情的東西 你完成一個碩士論文 表示什麼 表示你在你的指導教授的監督之下 完成了一個研究 所以你已經是一個scientist 但博士的訓練當然是更高 就是說 你必須要有獨立完成一系列研究的能力 那是博士的要求 碩士我們要求的是 你在老師的指導之下 你可以完成一個 創作一個研究的一個能力 所以這個部份碩士論文 我覺得關於程度 它就是在呼應這個東西 你是一個科學家 你已經成為一個科學家 這兩根柱子裡面 這一根柱子 你已經獲得了某一種認可 當然 好壞 一定待會程度猜 你只好獲得某一種認可 因為這裡面 當你口試的時候 有幾位教授 分類你的內容提出了意見 然後你的論文最後是被通過 OK 你這研究法 是一個不可以的認可 已經有了根柱子 然後全職實習的一年 其實一年我們都知道有沒有能夠 所以現在 當你已經正式的成為一個心理師 平衡心理師之後 你依然還要再接受兩年 好 叫做 教學力願教學費用的補助計畫 你還要再接受兩年的一個訓練這樣 好 這個都沒關係 但是 這個部分我們要講這個 你要成為一個實務者 你必須要真的去做吧 你不可能在教室裡面想像說 我怎麼樣去幫助一個人 你不可能 光只是說 平常我跟朋友這邊聊天 我覺得我很能幫助一個人 然後覺得說 幫助人就是這麼一回事 你必須真的踏進去 你必須把你的鞋子弄髒 我這樣講好了 你必須真的踩進那個水裡 然後知道活躍在那裡 它是這個樣子 然後 這中間有可能蹲到你 這中間有碰到問題 你會有學校跟老師求助 你會跟你跑蹲到 不討論 然後慢慢去聯繫 所以這個專業在形成的過程 成型 我想我們必須先想到一件事 任何一個專業的成型 是找政府的建立 一定是 一定是 我們不可能說政府 先設想說 我們需要一個什麼專業出來 然後他就去空想一個專業出來 然後弄個徵兆 不是 一定是在這個社會裡面 有某種需求出現 然後 自然而然有一個專業 為了回應這個需求 它成型 舉例來說 十年之前 我沒有Facebook的時候 沒有一個專業 叫做社群聯繫經營的人 沒有 你不會有這個專業出現 裡面的話 但是當Facebook出現 許多的公司 他們覺得說 Facebook是我們經營 我們商業的一個重要的方式 於是我們就開始找一些人 來試著做做看 慢慢的他們培養出一些 他們的know how 也培養出他們的SOP 也培養出他們一些做法 於是形成了一個叫做社群媒體的經營 的指揮出現 那今天我們還沒有所謂的證照 叫做社群媒體經營證照 可能我們也不接著需要這個方式 但我要講的是專業的行程 一定找政府的介面 所以當今天聯邦新取消業的成型 我們當然是從美國沿用這樣過來 在台灣 他已經到今天有60年的歷史 前面 你一定是在做中 慢慢的累積 慢慢的修正 所以前面一定會有去過程 你知道有一天我們就覺得說 我們要來訂這個專業 我們到底要給什麼樣的訓練 好讓我們的學生 他可以做到 他剛剛講的 科學家實力的這兩件事情 我們要給他什麼樣的方式 到某一個程度有一天 政府他終於會開始自來接 他就開始自來接 那我要先提一下 因為他自己的問題 我們在最初民族88年的時候 提出來是臨床心理師法 因為那個時候 其實臨床心理師在醫院裡面 大部分那時候是沒有 自傷性質在醫院裡面 所以面對的是病人 我們要講的是 我們主要面對是病人 所以未來要去保障 一些病人的權益 所以最初其實病人是臨床心理師法 那其實可以看一下 原版的臨床心理師法 就是就很簡單 心理很健 那就放育 我把重點筆列出來 心理很健 然後下面通通都偏差 有沒有 心理發展偏差 認知情緒行為偏差 社會適應偏差 精神官能症 精神病 打步心理功能訓 這完全呼應我剛剛講 因為臨床心理學 最初就是要面對的偏差疾病 那心理師法中間 經過兩年那個時候就覺得說 那心理師還有自傷心理師啊 怎麼都把它拿住 這樣子一個法子管一個 所以這中間當然經過很多 折衝協斷 最終在文會裡面 是在文會裡面把它弄成了心理師法 它在寧國九十年十月三十日到三十日 這個是目前它的業務 臨床心理師目前的業務法 那我再講說我們不要翻一下 其實差別就在這裡啦 它把最初的心理痕跡切開 變成一般心理狀態功能之心理痕跡 跟精神病或腦部心理功能之心理痕跡 那這樣切其實是為了自傷 就是那時候為了在業務化的區分 也為了自傷 然後還有最後 它把精神病之心理治療 跟腦部心理功能之訓練 合併成精神病或腦部心理功能之心理治療 其實這個就是原版的 智商心理師法跟智商心理師 跟後來心理師法的差別 那目前智商心理師的業務 就是我剛剛講 它為了要區分 所以它就把這兩個切開以後 這兩個智商心理師目前不能做抵達 那其他的就是和我們一樣講的 其實這個很怪的 也許在那邊大家討論 但是那時候是為了法 為了要讓那個法通過 為了要讓那個可以規範所有的心理師 所以就變成這個樣子 那我要提一下就是說 其實我們看到 受到政府介入的專業 目前在專門職業級技術人員 考試師法裡面 我們其實指定了42種 專門職業級技術人員 那我們台灣 台灣目前有多少工作職務 這個也許不是很精確 但我上104人 104人 職務大百合去算 它現在提供多少種職務 它現在提供458個工作職務 大專業校及科系名稱 它這個部分 是從教育部統計出大專業校 右邊開學生 它把相類似的其實有合避在一起 現在有1529種科系 也就是1529種專業 這1529種專業裡面 只有42種專門職業級技術人員 是政府目前有定法律規定的 為什麼 其實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問題 為什麼它要依法律 已經考試及格 沒有證書使人職業 你要考試及格 你要通過這些要求 這些標準 你才能考試及格 你才能做這件事 這其實是一個很 很嚴格的規範 我們回頭想一下 那再回頭看心理司法 這個我稍微摘要一下 第一張要件 然後主管機關 第二張要務範圍 應該遵循的事項 第三張開業 你的設置條件管理 第四張罰則 沒有什麼處罰 第五張工會 你要怎麼指導跟監督 第六張是一些負責 其實這裡面 雖然看起來像是 保障心理師的指導 但是我認為這裡面更多 你只是看 它是監督管理你 它是要求你繼續教育 它要規範你 要指導你 政府的介入 事實上更大的意義 是為了要規範監管 監督主 為什麼 因為這些東西 與公共利益 或的人民之生命 生命健康財產 裡面有密切關係 這個是專門職業體技術的 能考試法 第二張第一款 上面規範 所以這四十二種 因為牽涉到公共利益 或的人民之生命 生命健康財產 所以政府要盡量盡管 那我剛剛講的 今天一個社群媒體經營 它也許不牽涉到公共利益 或的人民生命財產 我們國家可能永遠不需要 給它一個徵兆 那 你懂得那個夢 你也許可以創造出一個職業出來 你可以創造出一個專業出來 但那不見得是國家 覺得它需要去監管 好 所以職業司法 應該是在保障誰的權益 我們剛剛看到就是 關於那個 不管是蘇清淳 江慧珍 我們在談到電視 我們要保障大學生的權利 因為這麼多人有熱情 這麼多人花這麼多時間考試 可是我覺得不對 怎麼會是這樣 我們明明要保障的是 人民的權利才對 這個法本來就是要保障人民的權利 跟大學生 這樣講很會等對別的大學生 我也對不起 但是它保障的是人民的權利 我們要保障的是這些病人的權利 因為他們是弱勢的 那當然 我也不能完全就是說可清高 其實它當然部分的保障是你學生的權利 因為你只有拿到執照才可以做 你沒有拿到執照 你宣稱你做這些事情 你處罰你 那這個 當初本來也就是為了 整體社會上各式各樣的 很多的專家很多的顧問 很多在電視上 拿心理測驗出來隨便講 當年有一個叫孫明明 現在大可能就不能適合 因為他就到 到中國去了 年輕人沒有 都不再知道 對 就是要讓這些人 不能亂做事情 所以它部分保障是 不是的權利 可是我覺得更多是 保障的 那所以如果 我們今天要想說 因為我們應該保障大學生的權利 如果保障大家的就業權 我就必須要問一問 那這458 1529 我們怎麼去思考這件事 蘇清泉真的是在幫大家想這件事嗎 蘇清泉真的是在幫大學生思考 各位的未來 我強烈懷疑 為什麼 在下週的衝擊裡面 我來看蘇清泉 我剛剛大家看到 他直接把碩士改成學生 直接把碩士改成學生 因為 我們剛剛講 兩根柱子對不對 一個叫科學家 一個叫十五個 我直接把科學家拿掉 拿掉 我們專業花了很多時間 在政府紀錄之前 就已經認為說 這個專業需要這兩根柱子 然後蘇清泉就不用了 直接把這根柱子拿掉 那目前 因為他是以現況來做修改 所以目前多數心理系的訓練 是什麼 有沒有科學家的訓練 我覺得是沒有 我覺得我們大學的 你說 你沒有 你並沒有在大學階上學不太好 就是說 我要在老師的監督下 獨立完成一個研究 並把它寫成一個論文的文明 科學家的部分 他自己拿著 然後 這樣子是足夠嗎 行動的準備足夠嗎 目前的訓練 我當然是懷疑的 那 我認為 這樣子 這句話 不叫而殺而之虐 我沒有教你 然後 我就覺得你可以做 然後告訴你說 沒問題 你可以做 去做吧 然後你就去做了 做完以後 但是碰到一大堆問題 然後我再說 欸你這樣違法 你這樣違法 人類 或者是你自己 自己很有創法之後 再幫你殺掉 因為我們沒有 尋找一個大學生 我認為這個是 不叫而殺未經虐 也是我看到這裡面 跟這個 他表面上 是要保障大學生的權利 可是實際上 我認為 受害最大的 絕對會是這些大學生 那人民的權益呢 他法裡面 完全沒有提到五年 可是心理師法 你還要保障人士的人 那當然 其實當大家反對以後 家會這樣 包含蘇清權 因為蘇清權 也是主要提案的 所以他自己修正 因為大家這樣講 那這樣好了 做事 我給你維持現狀 那學這家五年年床 食物不夠吧 你剛說 這是行動的 所以我告訴你 我可以給你加五年的食物嗎 現在大家都覺得食物很重要 但是我已經 我還是認為 要科學家呢 科學家到哪裡去 不見了 我直接把這根柱子拿走 好 讓你用一隻腳站立 然後你去做五年 這五年會發生什麼事 我不知道靈活食物會是什麼 我是說 我以現在的醫療環境去想想 然後說靈活食物 那 我們要拼這個人進來當 當助理嗎 那他要做什麼 那五年以後 他到底學到了什麼 那不可能讓他去做我 正在做的事情嗎 我有沒有辦法督導他 我碩士班的 可能督導 我們每年其實 實習我們都要就是面試 所以比如說我們開幾個禮物 然後最後一個好幾輩的人 才面試 這個也有被我面試過 我會看到 那有一些我們會篩選 因為為什麼 我只能容納這些教學 我沒有辦法說 我一個人教十個人 不行 因為這個有點像是師徒自己 我必須手把手 你中間碰到問題 你要跟我特別討論 我要花時間 然後我還要處理這些 實習生 他可能自己碰到的一些衝擊 等等 所以我不知道我們辦法督導 我相信沒有 然後這些人他還沒有照 只是在那邊工作 所以他們一定不能執行醫療行為 可是如果他們執行醫療行為就是不照 不知道這東西的矛盾要怎麼去解決 然後 還有他們可能會變成連假老公 我覺得這是比較有可能 因為你的可替代性變得很高 大學生那麼多 然後你不做別人做 我薪水可以抵押 甚至 我必須要講甚至 我這邊誇到一個叫實習費是什麼意思 現在 碩士三年級要來實習的 他必須要獎勵一千的實習費 因為他要來這邊學習 那這五年 他後來 我搞不好不給你薪水 我還要給你要實習費 所以你為了取得這張證照 在這五年工作之中 你搞不好還要教學 你要別人 資方裡面有薪水 看這個問題 所以一樣 我覺得這個 同一句話的下半段 不屆事成為之法 我都沒有告見你 然後就這樣去做 然後要看什麼 這是一種暴力 這是一種暴力的 然後一樣 人民的權益 OK 所以最後齁 其實陳潔路案 剛剛有提到有人說 這個東西 背後不知道是誰提到 我們講的 它其實就是 經理人 我們靈心界的大 刻意具體的導彈法 所以它把裡面所有 有真意的東西 都不應用 還有真意的方式 寫出來 那 因為那內容很多 我只針對學歷的部分 我不知道這個可 因為 老實說我們剛剛前面在談 蘇清旋或江蕙燈 都是現狀直接改變 但陳潔路 弄了一個新的製作 我不知道這個新的製作 會是什麼 所以 其實我目前無法提供 我不知道那個科學家 他打算那種設計 他會不會打算 那種設計 所以他開了一個新地圖 開了一個新的伺服器 然後 我不知道那裡面 會是什麼樣子 可能大家要進去 後面才知道 但是 也許推的方向 我不知道 他弄了一個六年 然後我們重新設計一個學層 這個學層 這個學層可能包含真的 你必須要成為一個科學家 然後你還有一個 食物各個部份 後面你一樣要實習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能說 這步驟 那個時候 我會把明明 那 最後一頁 其實現在我們有一個 心理赤法十年 有參與式書法 莊男 因為從 蘇清旋將會增到 陳潔路 我們就覺得說 那我們不要一直被動 等到那些立委 去做法案 我們也可以自己去 開始討論 我們真正想要的 心理赤法 所以今天大家在這裡 也是要做這件事情 那目前這個 有沒有一個論壇 在這個論壇上面 大家可以去聽 那個修法 跟你的意見 我們會把它 其實最初 我是很希望跟智商 可以整合它 那因為智商三會 有這個議案 已經先出來了 所以目前這個部分 會成為 有機會成為 銀行心理師 免會的正式版本 那當然後面 我們還必須要跟智商 去做一個 共識 然後再聚集到 也去立法面 或者是會去 但是我非常歡迎大家 可以一起 上一條文 如果你知道 Google上的話 就可以直接進來 OK 所以我的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